好 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陕西 4月15号的晚上 陕西汉中缅县 有一名一岁半的女孩娇娇 被陌生人从家里面给抱走了 那么随后当地群众和民警是全力搜寻了两天 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前天凌晨 孩子被一名陌生男子给送了回来 娇娇妈妈说 凌晨0点30分左右 她正在和家人说话 突然听到门口有响动 然后听见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听到有人说 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 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 要好了三声说 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 刘舍银和丈夫张明君 连忙把孩子抱进屋里 他们仔细观察发现 孩子身上没有外伤 但似乎受到了惊吓 一直挣扎大哭 头发都给离了 以前我们离的是一种头 现在留的这种 头发都给离了 衣服全部都换了 骨子秋一秋骨都换了 这是一双鞋 一双鞋要穿上的 刘舍银表示 男子把孩子抱走又能送回来 看来良心尚在 而张明君则认为 这名男子有可能就是附近村子的 熟人做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贼无熟路不投 他必定要 就是说来个生人 他要来裁点 这么轻轻松松的抱走 再又把孩子轻轻松松送回来 他应该对路熟 谢敬礼 感谢观看